死了 饶命 殿下 殿下 就算知道是中书岭在的藏 但这也不是证据 毕竟是关系到家代和俗长 我知道 顾鲁二人和我和卢尚书 关系太亲近识人看来 就是卢尚书透给他们的题吧 臣在刑部多年 自知证人有罪容易 但要想自证无罪难入登天 知道是题的 只有中书令和卢尚书 如果不能证实是谁写的题 两位考官和所有涉嫌之人 还是要一道祸行的 李百舟的为人我清楚 就算是为了齐王 他也不可能从井救命 他肯定早就有了脱身之道 把罪名单退给卢尚书 那个许长平 到底是什么人 赵总 说你老公 你在礼部任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吧 历次考试 都是你我共事 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纰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尊夫人应该姓许 那个夹带作弊的考生许昌平 是你什么人 你现在不说 明天朝廷要是查 也马上就能查出来 大人 小人是 是估值 从小是老七给带大的 这次会考 他让小人告知他试题 小人也是鬼迷心窍 所以 所以 那孤独二人的尸体 也是你泄露的 他们二位 小 小人不知 直到昨天晚上 小人也不相信 他们会 不对 这就不对了 开场之前 考题明明是封存完好的 并没有被替换过的痕迹 那许昌平 是如何知道考题的 许小人 用百麻纸 按照士奇的笔迹 疼了一份 然后用封条 重新封了 所以 没 没有痕迹 赶快 好 慢点 快 好 大 比 库 土 索瘾 竟然从里到外 都被替换过 赵嫂 此事不仅关系到你我 还关系到嘉义尔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史玉知道了 小人 按照中书令昨夜的吩咐 切题是死罪你能都不清楚 你胆子太大了 如果你替我做件事 我可以放了你 这试题 你也可以事先告诉你那一支 另外我给你白马指和风条 你把他卫造好了放回柜中 这试题的原件 你带回家里收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保命 你听明白了吗 原件已经放在家里边了 中书令吩咐 不 内人收存 可是嘉义伯和路牙内他们 小人真的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要是知道他们卷进来 小人 小人死也不敢冒这个险呢 他们两个 自然是卢尚书给写的题 卢尚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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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 佢尚书不会 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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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还在他家中 是 如果从他家中搜了出来 他才一口咬定是卢尚书的话 嘉义伯和路亚内 就都有口难辩了 这就是李白舟的托神之道 你顾张家在什么地方 什么 这都是小人 亲耳所闻 必须在朝廷之前 把原件取回来 殿下 他住的地方离千家不远 千惶其马 你懂什么 叫东宫卫去 遵旨 我爹爹都替你走到这一步 一定要拦住太子 绝不能功亏一篑 去 殿下要去哪儿啊 习王怎么来了 陛下知道殿下银业出宫 特命臣前来戍尾 带着你祈福的侍卫来数位我 带着你祈福的侍卫来数位我 臣跟殿下不一样 没有调度亲军的权利 多拉费心 但是不必了 让开 驾 驾 驾 山居储君亲位 嗜同谋反 圣驾至 一大早太子不在宫里 跑到这儿干什么 朕跟你说过不要智慧 还是派秦卫出去 想告诉天下 这事你也在插手 李正葵 派人到那个立元家里头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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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卢尚书 你再这么任性下去 陆十一早晚死在你手上 老师 在没有问卿之之前 中书令和卢尚书 站着说话吧 谢陛下 立元姓名 小人 赵 赵 赵庆宁 本次可搞泄体 一共牵扯三人 共生顾逢恩 共生陆文璞 共生陆文璞 共原许昌平 据查 许昌平是你的妻职 是 你是说 你把题 倒给他的 是 原题放什么地方了 共和卫已经到你们家去搜查了 是 顾逢恩和陆文璞 号房中的尸体 也是你 不不不 不是小人 是 是龙杀叔 是 大部使命 是 是 我哪会来的 又不喝哪 人不喝的 我愿意 一旦败路 有小人一人 也承担泄蹄之事 大胆 诬告朝臣是死罪 站到后面去 卢尚书 钥匙是你给他的吗 是臣亲手交给他的 开场之前检查试卷时 你没有看出来吗 臣却有失察之罪 试卷是镇圈典后 由卢尚书亲自手写的吧 侍臣亲手所述 书写试题所用的白马纸 和书写诏令所用的纸是一样的 只有轻贵和众臣才能够拿到 密封试题的密封条 也应该只有卢尚书和中书令 才能够拿到 是 卢尚书 您还有什么 需要补充和辩解的吗 陛下 冲为科举 考题泄漏 考卷被替换 臣却有失察之罪 此事不可辩驳 然顾鲁二人的怀血 来源堪移 也确实不是臣给的 不是卢尚书难道是我中书令吗 还是卢尚书要把所有的罪 都推到一个小吏的身上 除了原件之外 你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 还有三个考生试卷 是由小人找人代谢 先 先在草稿 也在小人家中 还有三个考生试卷 是由小人找人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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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先在草稿 先在草稿 也在小人家中 也在小人家中 明天开院门后 还有些东西 要放到你的居处去 大人 栽赏 陛下这分明是 栽赏干账 朕先处置了你老师卢氏鱼 然后再处置本科主考卢氏鱼 下去 是我们的三个考生呢 是我们的三个考生呢 这又是怎么回事 是下官的实质 姑父啊 称陛下 那份葬伪 是中书令 命人事先放在我的号房中的 就算称陛下 这也不公平啊 今日居宴 为何陛下 就单单只问卢尚书一个人 难道陛下心里 一早就认定是卢尚书了吗 恭声顾丰恩 朕不是 已经开始问你了吗 陛下 就算陈有罪 就算陈有罪 但是顾禄二人 绝非是做此等事情之人 事关国家人才 请陛下不要 听信一面之词 在严惩臣之后 谨慎处置 你 请不吝点赞 你 姑父 这不公平 我是冤枉的呀 姑父 姑父 启禀陛下 这是在此立家中搜寻到的 卢尚书啊 你怎么 大哥也一样没有挨过假法吧 可如果 陛下现在手上拿着的 是徐昌平和你的私通信件 考题又在大哥的府上找到了 你说 考题怎么会在我府上 是不在 但应该马上就在了 那些粗臣的事 让他们去办就好了 陆姑娘 有一件精细事 是 只有女孩子能去 你会骑马 对吧 先给你试题 又让你作成文 放入天字四十八号 和天字六十号房 这封信 是谁写给你的 是 大王 大王 你跟那个丽缘 和这个贡缘 你们三个刚开始就 刘华冯恩和卢尚书会出事 本来只是未雨绸缪 没想到他们真的出事了 还捎带上了一个陆文谱 大哥 那人在里部待了二十多年 怎么会 让钟淑林正好就撞上了呢 这样的巧合 钟淑林和你 都没有疑心吗 致下 陛下 看笔迹 确是大王所属 所以 是你伪造的 你上次不是领教过了吗 我的老师 是本朝第一书到 我虽然只学会了一些皮毛 但我趁着熬了一个晚上啊 殿下昨夜没睡好啊 熬了一晚上 这两份草稿 和科长搜出来的 顾逢恩和陆文普的怀血 也大体一致 这才是真正的铁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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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不用这个办法 中书令 是不会请你拿出来的吧 这里面没有元件 元件呢 贡源也不值 应该 是应该 还在大王府里 元件在你手上 他替换下来就交给我了 元件 当然在我的手上 小人有事要见齐王妃 稍等 脾气不好心急嘴快 发迹很高 就是齐王妃 别怕 她为人不算聪明 小人是灯华宫的宫女 你来有什么事啊 东宫卫 前去堵截尸体元件 大王 去晚了一步 这 这可怎么好啊 所幸大王侍卫奋力夺回 怕东宫再添武力 大王让小人先协回 交给王妃收存 是关中书令安危 除了朝廷来人 王妃一定要收存好 绝不要识人 我知道了 等等 你叫什么名字 是在我手上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单独交给齐王妃 这还多亏了大哥 清早动身 带人来护卫我 这都是小人 亲耳所闻 一定要拦住太子 绝不能功亏一篑 陛下 这是从齐王府中找到的 由齐王妃保管 是从哪里来的吗 王妃说 这是大王给他的 怪不得大王一早 就派人堵在我刑部衙门 杜航 再等等 别着急啊 刁立 你刚才的供述 又是怎么回事 是 是 是中书令 让小人这么说呢 陛下 这是嫁祸 陛下 臣还有一事 最早引科长 去搜浩房的贡院立员 也声称 是奉了中书令的军命 臣想 现在可以彻查贡院了 想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 去查的话 应该能查出蛛丝马迹来 叫七王出来 叫七王出来 现在可以去了 刚才冯恩 是挨了四半 大哥能挺到什么时候 我拭目以待 陛下 这与大王无关 都是神 一人所为 那尾卷用的白马纸和封条 这是臣给这个人的 大王府中的原件呢 是臣给齐王妃的 与大王无任何关系 这个人 也是臣让他这么说的 那这封信 难道是中书令 按照大王的笔记 伪造的吗 陛下 臣 先把这几个考生收监 等对对口供再论吧 卢尚书回公院 把公宴解锁 春围之事有了结案再论 至于中书令 就在刑部住下吧 我放过你一次 不会放过你第二次 只要你们不先动手 就不会有这些事 我说过 不要动我的人 不过你以后 也不会再有机会了 好 怎么样 我的大嫂齐王妃 发迹确实高 她问妾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说 妾说 小人叫文静 是妾弟弟的名字 陆一时好像 也不是面子上这么古板 文朴文静 我听你哥哥叫你的小名 叫做文希 王日之息吧 是 殿下 回家之前 妾还能再见哥哥一面吗 她好好的 没有挨打 走 走吧 让他们都回去吧 是 大人 你们可以回去了 让开 让开 快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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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过来过来 快点 公子怎么了 赶快带我去行步 是 快快快 来 公子慢点 走 快 哥哥哥 阿西 你 你 你没事吧 哥哥没事 哥哥没事 这位妹妹 尊羞是从头至尾 一点伤都没受 被打的人 是我 你自己讨打 怪得了谁啊 阿西 这个阁下 到底是 哎呀 不都说 壮严于你是 探囊取物吗 哎呀 连你都干出这种事来 真是 真是 喔 同学 同到 顾雄顾雄 你说你啊 好歹也算半个皇亲 你说你怎么能跟这个 白身混到一起呢 真是有诗体统 等明个 我跟我家老大人说说 给你开个大大的特例 开个大大的毒尖 他刚从贡猿放出来 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的嘛 他刚从贡猿放出来 就是啊 他就是故意来这儿 说这两句落井下石的废话的 你不是也来瞧热闹的吗 对 我也是来看热闹的 这就对了 陆兄 你说你 这要是没有了你 今年的榜首就非我莫属了 你爹当御史忠诚 又能怎么样 不都是一样 还得蹲到这里 遇题买题 都是要留配掉脑袋的 家兄不是那样的人 张公子慎言 这就是令妹 未来的太子妃 张兄 不可胡言乱语 我家老大人都跟我说了 卢尚书召回陆御史 就是令尊 不就是为了太子选妃吗 本来以吴尚书一言究定 太子妃非另为陆御史 可惜啊 你居然干出这种事来 也只能让毕人佳姐 免为其难主东宫中愧了 设计三郎的婚事 刑部尚书张陆正的长女公子 年以标媒书得贤良 我姐要当了太子妃 那我不就跟武德侯一样了吗 我的儿子就跟顾兄那样 也不一样 我不能让她下课场 下了课场不就跟你现在一样了吗 既然令妹都当不成太子妃了 我听说令妹是个美人 能不能让我一睹她的 郑绍云 你敢 都到我家地面了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敢打我 来人 把她给我抓起来 她 是我的人 你的人 有七弟 必有七姐 还好我没答应 你说什么 你还说我 你还说我姐 我告诉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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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啊 京城里边都知道 你说我不行 说我姐就更 更不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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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说两句 陛下有旨 陛下让嘉义补 杜狗 杜世郎 陛下有何旨意 陛下让嘉义补先回去养伤 结案之前不要随意走动 那我 杜内你 杜世郎 先把这个东西带回去 就说是我说的 让张尚书好好管教一下 你说我是东西 杜狗 我 我问你 他 他是什么人啊 杜内 你来 大人知道不知道啊 知道啊 我刚跟我爹说了 我跟你说了 杜内 你就别让我出去说了 我都跟他说过了 感谢阁下的出手相就 不过能不能请阁下高抬贵手 把手从赦免来到 都跟这个家人聊天 把手相聊天 来 去吧 把手相见了 好 何可 你哥哥 再露几句口供 也会放回去的 你不用担心 是 要我 派人送你回去吗 却会进马 我 我 那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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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